再来看到今天上午台南发生了一起银楼抢案 这嫌犯才刚出于音乐缺钱花用 因而想抢金事来变卖 这嫌犯来到银楼假装要买东西 这世代过程直接把一条重大一两六的黄金项链 戴在脖子之后冲出店外骑机车逃逆 但嫌犯是真的抢作对象了 因为这银楼老板是今年台南建立卧举的冠军 一看到向来被抢立刻追上前 直接勤拿这骑机车上的抢匪 接着报警 这警铃合作将人身之以法 白一副黑短阔男子走进银楼假装要买金项链 他先戴一条 看着镜中的自己打量一番 只见他把项链拔起来后 又从桌上拿起另一条来戴 他要买两两个金项链 但这回男子戴上金项链就往门外冲 老板发现立刻追上 老板成功拦下嫌犯附近居民也来帮忙 警方货报也赶到 警民合作将抢匪逮到 其实抢匪才刚出狱 缺钱花用才把脑筋动到近日飙涨的黄金 嫌犯动歪脑筋 以为只要抢黄金就能卖到好价钱 却算错了这点他行抢的银楼 老板是今年台南市的建立卧局冠军 明明银楼门口立着猛难立牌 但抢匪却忽略大胆入店行抢 抢来的黄金又变回银楼 嫌犯钱没拿到只好回狱中 再吃免钱饶饭 记者杨文华徐重文谈的报道